那這些火鍋料呢 到底在過年的時候怎麼用呢 不用擔心 今天呢會跟大家分享 四道非常好吃的年菜 有羹湯 有菜 還有甜品喔 大家好 我是吳秉承 最近呢快要過年了 很多媽媽一定是很煩惱 過年的時候呢會買了很多的年菜 不過呢在過年時間呢 因為是冬天 所以大家冰箱會備什麼呢 會備一些火鍋料 那這些火鍋料呢 到底在過年的時候怎麼用呢 不用擔心 今天呢會跟大家分享 四道非常好吃的年菜 有羹湯 有菜 還有甜品喔 第一道菜呢 我們來做一道非常好吃的 鱘肉 石井 海鮮羹 用到了什麼火鍋料呢 燕餃 還有一個蝦餃 這兩個本身呢 已經有豐富的味道了 所以你在煮這個羹類 或者是湯頭的時候呢 它已經有滿滿的鮮味跟鹹味了 所以在料理上就很簡單 把大量的蔬菜呢 放到鍋子裡面 拌炒一下 兩三分鐘就可以出菜了 好 一開始的部分呢 我們就一大匙的這個香油進來 好 一開始的部分 把這個蒜末 然後爆瓜的蝦米 再把它放進來 紅蘿蔔 好 鍋子熱了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它煸炒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金針菇 也把它放進來 好 筍絲 木耳絲 大白菜 好 大白菜的部分呢 你炒的過程 你會發現已經有香氣了 還有大白菜已經有點回軟了 這時候你就可以放這個雞高湯 好 雞高湯放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等它整個雞高湯沸騰之後呢 這個時候呢 我就來下這個桂罐的蝦餃跟鹽餃 那這麼多火鍋料呢 我為什麼選擇它的原因就是 第一個 它整個的口感上非常好 在吃的過程呢 你會吃到裡面本身該有的這個鮮味 在加熱的過程 直接冷凍放進去煮就OK了 你不需要再任何去做一個退冰的效果 桂罐的這個火鍋料把它放進來 原因就是那本身它已經有調味了 所以我先進來煮一下呢 我的湯頭一定會更鮮更好喝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在料理的過程呢 其實你就可以減少了很多 添加這些的調味料進去 蟹肉棒 你把它放進來 好 像目前就讓它小火把這個湯頭 然後跟這些的鮮味把它煮出來 紅蔥頭酥把它下進來 少許的胡椒粉 跟湯需要的是胡椒粉 就少許的胡椒粉進來 這邊再補一點點的這個高湯進去 一點點的醬油 帶顏色 米酒 一茶匙的糖先進來 鹽巴呢我就先不加了 等一下的部分呢 我先試一下全部的口味完之後 就知道我們要不要再點鹽巴進去 好 已經拌勻了 試一下這個味道 味道真鮮 只要一點點的鹽巴就好 這個湯的部分呢 你會發現就有一點點的勾芡的效果 那我們再補一點點的芡汁 讓它的濃稠度更好一點點 無醋 這時候把它淋進來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就把它盛出來 哇 你看看 是不是很棒啊 好 最後的時候呢 我們就點一點香菜上去 再灑上一點點的胡椒粉 好 我們就完成囉 接下來我們來做一道非常好吃又美觀的 干貝繡球長年菜 可是長年菜的部分呢 我們今天用的是大芥菜 在煮的過程呢 大家會覺得它可能會微苦 今天呢也教大家怎麼把它做成不苦 那這個部分呢 你就準備一個熱水 熱水裡面一匙的鹽巴 還有一匙的糖進去 再把這個把它燙熟 本身的這個芥菜的這個苦味 就可以慢慢的幫你去除掉 那相對的那芥菜比較厚的 裡面還會帶一點點 其實我們在料理過程它就剛剛好 好 這個時候把它撈出來 因為等一下我們就要組裝了 所以我就不會再泡冷水了 這時候呢我們來做這個繡球 做法呢其實跟以前可能會比較不一樣 我們今天用的是 桂罐的 登登 花枝蝦漿 我們來做繡球 做料理的過程呢 在蝦漿處理 很麻煩我們還要再拌 還要再把它打漿 尤其現在的食材非常貴 然後呢做起來的份量呢 大家不好斟酌 那這個都幫我們調味 也幫我們弄好了 我好期待它 桂罐的海菜章魚漿 裡面有海菜 然後又加了這個章魚的鮮味 你看是不是很好 我們先準備一個筍 或者是高湯 其實都可以 現在目前還要不要開火喔 然後再把我們這個 花枝蝦漿 剪平 一般你在吃火鍋的時候呢 你要用多少料 你就把它擠出來 有沒有 就把它擠出來 那今天的部分呢 我們要把它做成像繡球 就把它用像丸子 拿一個湯匙 放在乾淨的水裡面 這個時候呢 我要用筷子把它截斷 截斷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放在這個湯匙上面 用點水 你就稍微把它塑形一下 放到我們的這個高湯 現在還是冷的喔 就把它放進來 那現在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為什麼不先開火呢 其實很簡單 我如果開了火之後呢 我是不會很趕 會很急 而且呢 我前面放的跟後面放的 熟成度又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它放這樣 這樣的做法呢 第一個就是像我們餐廳的做法 我們這樣可以讓它的熟成度 是一致的 所以我們這樣把它開火 現在目前呢 我們這個高湯也把它煮滾了 這時候你可以拿一個筷子 稍微把它剝一下 那不要黏在這個鍋子底部 那順便幫它翻面一下 現在已經聞到這個湯頭的鮮味了 然後再來就是把它盛出來 一顆一顆把它拿起來 然後湯汁留著 這個湯汁非常鮮 還要用喔 我原本呢 以為這個桂冠花枝蝦漿呢 一條只能做四顆 沒想到它可以用到五顆了 所以我用了兩條 你看像不同的顏色擺飾 是不是很漂亮 擺起來十顆 哇過年就是要這樣子 一整年十圈十美 再來就是一些切絲的蔬菜料 那包括還有干貝絲 干貝的部分呢 其實我就泡一點熱水 然後連這個干貝湯 你都可以把它放進來 然後再來就是筍絲 紅蘿蔔 煎個蛋皮 然後把它切絲 然後這個時候都快把它放進來 薑絲切完呢 不要建議把它泡一點水 那那個醬的味道 不要那麼的重 好 再來就是米酒 少許的這個胡椒粉 鹽巴 然後還有一個糖 好 我們稍微煮一下下 然後呢 這個時候就可以 試一下這個味道如何 鮮甜 好自然的味道 你不用再添加很多的這些 有的沒有的進去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捲著桂罐的原因 好 泡白粉水呢 你可以分做兩次或三次左右 去慢慢去 把它這個濃稠度把它帶出來 那不建議大家一次把它加進來 那你在拌的過程呢 它可能比較會結塊 好 這邊就讓它有一點點 像薄芡的那種感覺 最後香油 是不是很簡單 我們又要起鍋囉 過年的時候呢 天氣比較冷一點點 然後圍爐 除了吃火鍋料之外呢 還要什麼呢 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要一個寶類 那這個寶可以溫暖 全家人的心 寶在這個年菜裡面呢 它也像一個巨寶盆 所以這個巨寶盆裡面的 用到什麼寶呢 用到的是桂罐的 章魚魚豆腐 我覺得這個很好用耶 因為豆腐我們要讓它入味呢 其實要餵很久 我直接拿它來用 裡面就已經有 章魚魚的鮮味在裡面 所以呢 在豆腐堡裡面加這個 喔 真正讚啊 今天就叫它做豆腐堡呢 用到桂罐的 章魚魚豆腐 好 怎麼做呢 好 這邊呢 鍋子裡面 我們就準備一點點的油量 豆腐我們需要稍微 煎一下下 不要再去用油炸的 用油炸的呢 油溫控不好 反而豆腐會出水 盡量把它排開 然後這個底部的部分呢 讓它沾一點油 喔 這樣會比較不沾 聽到這個豆腐 啪啪啪啪的聲音的時候 你就拿一個鍋蓋 蓋起來 這時候我們就稍等一下 把它煎到兩面金黃 好 豆腐的部分呢 就兩邊把它煎香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主角了 然後就把它打開 打開完之後呢 像這個一塊一塊 就把它撥進來 直接在這個鍋子裡面呢 用這個少許的油量 稍微把它煎一下 繞一下 好 那本身其實 它已經在上面 已經有香氣在了 不過呢 我們在做這個飽的部分 我還希望說這個油脂的部分呢 藉由這個章魚的鮮味 讓這個油脂更香 把中間這個地方呢 再把它留下來 洋蔥 放進來這邊爆香 蒜頭 放進來這邊爆香 蔥的部分呢 我們就把這些蔥白 把它取出來 豆腐的部分呢 你不想煎 那你其實也沒有關係 我們這個章魚豆腐的本身呢 已經有香氣在了 你可以放到砂鍋裡面 就直接去煨就好 章魚豆腐的部分呢 我們就稍微放面一下 你看這個煎香鍋的時候 有沒有 好香喔 這時候把火打開 就開大火 剛剛都是用中小火去煎香 你就可以稍微晃一下 放一下鍋 你看這個 也可以時候這樣 把它放進來 素蠔油 醬油 醬油 胡椒粉 米酒 再一些糖進來 好這個時候就把水倒進來 章魚與豆腐的部分 它的鮮味可以融在這個湯汁裡面 讓其他的食材去做吸收 蓋蓋子 讓它燜一下下 好大約稍微餵一下兩三分鐘左右 那你看這個豆腐呢 整個的膨起來了 稍微做一點點的這個薄芡 就放進來 拌個兩下 紅黃椒 把它放進去 一點點的香油 稍微拌兩下 這時候我們可以準備一個砂鍋 直接把火打開 打開在這個裡面 把其他的這個香油放進來 我們在做寶類呢 希望這個砂鍋有香氣在 那很多媽媽在家裡 會直接在砂鍋 在裡面去炒 那有什麼壞處呢 就是你在砂鍋炒熱之後呢 你的食材在裡面 當你炒香完之後 砂鍋會越來越熱 所以本身你的食材在裡面 就容易焦化掉 所以我教他的做法就是 我們在這個裡面 可以把這些的蔥段 在裡面稍微爆香一下 有香氣之後呢 我就會把火關掉 然後把這個豆腐把它倒進去 你就可以撐出來 香噴噴的 好 這一道簡單又美味的豆腐 完成囉 好 接下來做甜點喔 我們來做一道 洋芋拔絲起司球 用到底是桂冠兩個 我非常喜歡的食材 第一個 黃金起司球 然後我們今天呢 玩一個比較特別 我們來拔絲的方式 另外一個呢 也是他的好朋友 起司洋芋燒 那整個裡面的香氣也非常足夠 我們就用這兩個來做結合 好 我們下一點點的油量 然後把它轉成小火量 好 這個就給它倒進來 這個就給它倒進來 咚咚咚咚咚咚 那很多媽媽想說 我這個只有丟氣炸鍋 也可以你可以在上面噴少許的油量 它就會有炸的這個效果 洋芋的部分呢 你看這個你看得到這個 本身起司在旁邊這邊 起司煎過之後它會更香 更酥脆 這時候我們可以先起鍋 先把它倒出來 一樣用這個鍋子的油呢 我們再來做這個拔絲 拔絲的這個糖跟水的比例呢 到底要怎麼做呢 以我的配方來講 我會用到3比1 就是三大匙 這個時候我就把它倒進來 再來就是一大匙的這個水 這個時候呢 你就用拌的方式 拌開之後呢 我會直接把它開成中火量 讓這個糖漿的部分 讓它去燒 那你就感覺到 它這個濃稠度越越高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稍微把它拌一下 拌一下的過程呢 鍋邊的這邊呢 它就會有一點焦化的香氣 那顏色會剛剛好 你如果一開始一直拌的話 其實有時候煮完 你的這個糖漿的部分 會過於過黑 過黑你這樣裹在上面的時候呢 它就會有點微苦 那是不好的 哇 琥珀色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把火關掉 因為它的顏色也對了 然後它整個的濃稠度也差不多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在鍋子這邊 稍微把它回一下 現在上面沒泡泡了 表示它溫度降下來 這時候我們的食材 就把它放進去 在這個裡面呢 你就左右拌 也不要太急喔 看一下 哇 好漂亮好可愛 就馬上吃下去 太燙 哈哈哈哈 取出來之後 你看這個 每一顆 哇 今天是稻年菜 是創意年菜 用的是桂冠的這個火鍋料 今年的部分呢 大家就不用擔心了 家裡的這個火鍋料 就可以拿出來稍微把它大變身一下 讓你所有的親朋好友 驚艷一下喔 往後呢 大家想要學用火鍋料 做一些創意菜 或大變身呢 想要做什麼 底下都可以留言喔 好 我們繼續收看 拜拜